假设AB为样本空间S当中的两个事件 A发生的几率是3分之4 Bplung发生的几率是1分之6 那这个呢看到这边的时候我就会很自然的把B发生的几率写下来 是5分之6 因为通常都会用到 再来Aplung跟Bplung A的鱼事件跟B的鱼事件的连几发生的几率是8分之5 好在前面的范例有讲过 这个A的鱼跟B的鱼的连几其实叫做什么 全部去扣掉交集 好所以从这里我可以知道什么 我们的交集呢就是8分之3 好所以我们来看我们的题目 第一小题 这个呢国语我正会把它念得比较长 叫做在A发生的情形之下 B也发生了 所以呢 我们的分母就是在A发生的情形之下 那分子呢当然就是A跟B的交集 因为在A发生的情形之下 B也发生了嘛 好所以呢第一小题呢就是4分之3分之8分之3 好所以就等于8分之4 那就是2分之1咯 好那第二小题呢是在B发生的情形下 分之A也发生了 好所以我们的分母呢就要换成6分之5 分子依然是交集的8分之3 好所以可以约分吗 好所以呢发生 它的几率就是20分之9 哦